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江西一年一度的江西行程 这个是一个超级江西专案 那我必须讲江西一名四季 当然你都能去 但是最适合去的季节 就是每年的11月到隔年的3月 因为这个时候刚刚好可以看到 江西一年一度的晒秋的景色 现在所有的像包含CNN 包含Discovery 包含我们周润发的发歌 听说他每年春天秋天的时候 一定要到雾园 因为发歌非常喜欢摄影 那雾园这一句在秋天的时候 就成为上帝的调色盘 因为整面的晒秋 有各式各样的颜色 有这个谷子 有这个辣椒 玉米 红的黄的绿的 然后梯田 然后茶树等等 全部都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整个村落 变得像彩色般的油画 这个地方也号称是 全中国最美的村庄 从以前的白居易 到岳飞 到后来的桃园迷 然后到朱熹 各个所有的这个 全部有名的画家 文学家跟诗词作家 最喜欢流连忘返的地方 就是雾园 那当然呢 以前我们卖雾园 没有卖到晒秋的时候 因为晒秋特别贵 所以每年在卖江西 我们都特别避开 这个所谓秋天的时候 因为晒秋好贵 但是在今年我们做专案 我们要做到最夸张的价格 还要给你最好的旺季 如果你一生只能去一次江西 一生只能去一次 这个所谓的真正最美的物园的话 拜托大家一定要这个时间去 当然 所以在今天给大家 最漂亮的组合跟价格 等一下再来破梗 先来欢迎我们今天场的内表 欢迎艾伦姐 哈啰 晨真 观众 大家好 那其实为什么晨真会说 我们能够在这个时候 推荐所谓最美的物园 那是因为我们的 马吉加奇 杨明律设计的我们的老板 对 从2015年开始到2018年 每一年都获得江西旅游局 当地旅游局跟台湾旅游局的一个认可 所以我们今天才能够在最旺的季节 你说秋天 帅秋 你说春天 爽 油菜花 我们都走到之外 同时江西三个山 新庐山 龙虎山 三青山 我们一个都不落高 全部都有包含 三个都有啊 对 因为以前我们的山的话 可能就是有新庐山 就不会有三青山 当然 当然 有三青山就不会有龙虎山 当然 今天等于是一个最完美 最深度的山西之旅 你要看这个最美丽的村庄 我们有物园吗 对不对 而且是世界文物 是自然遗产 然后你要看这个 这个不是庐山真面目 只原生在此山中的新庐山 小时候常常听到 它是中国山水泼墨画的园景 就是我们以前常看那个 大千大师的山水泼墨画 有没有 看白居玉里白的那些狮子 在形容我们大山大水 其实有很多的灵感 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庐山 那庐山这一区呢 今天我们除了包里面 我刚讲庐山除了看山还看水 三叠泉 因为庐山的三叠泉非常非常有名 今天除了这边 我们在庐山还有包温泉 对 然后龙虎山又是来到另外一个景色了 龙虎山的景色 有点像是北越下龙湾的感觉 它是一面看山一面看水 每一个山就像是一座小岛一样 从水地里拔地而起 有没有看到 光整个龙虎山有99岛这么多 你一望无际的看 每一座山的形状还不太一样 这也是5A级的景点 那以前必须讲 我们卖大概一万五千左右的江西 龙虎山是自费 你还要再额外包三千块 我再带你去龙虎山 今天龙虎山也包 然后中国第一先锋的山青山也有 然后我刚刚说的这个避暑深地 也是这个新庐山也包了 还有物园的晒秋也有 而且这一次呢 我们让大家最轻松的玩什么意思呢 我们这个玩法 很像我们在玩黑布丽山你知道吗 就是我们有各种的交通工具 所以我觉得呢 爸爸妈妈如果说喜欢看风景 但是呢 又驾骨不是很好 不想走太远的 这个很适合 你看 在新庐山景区 我们有电瓶大家高级的电瓶车 所以你边看 边载车游就可以上山了 然后物园这一次 因为我们有晒秋嘛 晒秋的那个景色超美的 你看 CNN说此生必去 物园此处最惊艳 这是晒秋景耶 是 有没有 物园的美景世界独一无二 是 为什么八哥这么喜欢 就是长这样对不对 人间 超美的 有没有 现在画面上就是 每年11月你才看得到的民景 对 连英国的这个所谓的 他们的米其林 他们里面的旅游指南里面 评选全中国一定要去的 名山名水名景 全中国第一村庄 就是讲的是物园 你现在看到这个美丽的景色 一定是秋天才有 那春天可以看油菜花 秋天可以看风红跟晒秋 那当然看这些景色 也不要让大家累对不对 我们有包什么 有包往返的缆车 你可以幻想 你缆车下的景色 竟是如此美丽 有没有 你的缆车下的景色 竟是如此的美丽 红尘黄绿都有 而且又很轻松 又很轻松 然后山青山就是中国第一大先锋 一样给你包缆车 缆车 一样给你包缆车 所以你要看美景 是可以很轻松的看到 好 那今天我刚刚讲的所有行程 我们是完美环线之外 最主要是还包直飞班机 是 现在光一张机票 从桃园到南昌 来回的直飞班机 一张机票就一万八了 那当然今天的价格 一定要让你绝对绝对夸张 江西的康霸主要来到现场了 来…欢迎Andy哥 谢谢 欢迎Andy哥 谢谢孟后的歌迪谢谢 每一年都得奖 是 我是年年得奖 你去五年得奖 是 最重要的是 对 我特别去年得了江西金子奖 金子奖 它现在等于是像江西委员一样 是 凭什么今天我们可以有一个专案 可以有划算的价格 就是因为它每年都得奖 那我先破第一个梗 是 江西 真的是画面得奖还有感言 对 没有错 好 那我先问 今天给大家什么样的好礼 今天我除了第一个 就是一万四千八以外 我第二个人给半价优惠 半…等一下 半价什么意思 就是团队的一半这样子 等一下 今天我们的第一个人 就是我们完整的八天的行程 一万四千八百八十元 一万四千八百八 一万四千八百八 然后你说第二个人怎么样 我就只有半价而已 七千多块吗 对 没有错 七到零头都不够 对 没有错 七到零头都不够 请叫我江西霸主 是…江西霸主 我们江西没有过半价吧 对 没有 所以我刚刚算过 如果你用一万四千八百八 你第二个人半价的话 妈妈你反正两个人出去 你就是一个人买一万四千八百八 第二个人买七三八零 对 七三八零的这一位我先讲 是 七千三百八有包直飞班机吗 是 有 有吗 然后也有包所有的行程 有 有包缆车 也有 有包所有的餐食跟住宿 餐餐都八 听说你今天还有升级五星级饭店 对 你夸张耶 那个洲际集团的华裔酒店 英特抗耶 对 没有错 这么高级的酒店 一个晚上都不止七千三百八了 是 所以我等于第二个人的半价 他享受跟第一人是一模一样 是 但是活生生就半价就退了 对 那我要问喔 因为你喔 人家外面江西都卖两万多块 是 你才卖一万出头 第二人又给我半价 我很担心你有很多购买站 没有… 没有… 全程不购买 因为这个我一开始就知道了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你第二人半价 所以全程不进购乌站 这是Andy哥以来 为什么可以连续四年得奖 Oh my god 从15年到18年 就是因为他坚持品质 你知道吗 中国大陆的妈妈不怕买到便宜 最怕就是便宜 就一定很多购乌站 对… 可是我今天第一个人才卖不到一万五 第二个人半价才七千多块 但是我们全程保证喔 不进购乌站喔 而且是现在江西一整年 最大最大的旺季 他们每年最值得去游玩的时间 就是每年十一月 然后隔年的三月 对… 我们今天在整个旺季里面 用这样的价格回馈 江西霸主 谢谢 谢谢… 来 电话线很难打 我先确定 只有在年底这一档 是 我们才给大家开放第二人半价 当然 我们卖江西卖四年了 从来没有第二人半价 第二人半价 所以如果你要两个人去的话 我就买一张一万四千八百八 第二个人就可以买七三八零 如果你要四个人去的话 你就买两张一四八八零 是 两张七三八零 是 所以我们尽量成双成对 好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行程走法 我们从桃园直接直飞到南昌 一个半小时就到 这一段的飞机票就一万八了 是 然后南昌呢 我们直接除了这个八大山人 对 有趣 然后呢 梅虎景区之外 我们到新鲁山 是 往前新鲁山 东陵大佛 三叠泉 而且我们还包含了我们的电瓶车 再来到了景德镇之后呢 我们还有物源黄岭的缆车也包含 三青山一样有包含车 就是中国第一先锋 再到这个龙虎山 以前要三千块自费的 今天也包给大家了 然后我们再回到南昌 所以它是一个完美的缓线 不走回头路的 然后再直飞再回来桃园 当然 这个行程现在目前在外面 最起码都是两万九起跳 你知道我们今天两个人 加起来都还不到两万九 当然 还有多分 而且在今天我刚刚讲 除了所有交通工具都含之外 最主要是我们今天还有升级 饭店 饭店 刚才是阿姨哥讲升级的 不是我讲的 这个饭店不得了 你知道吗 你就要第二个人才花七千三百八 玩八天 我刚才台北玩八天都超过七千八千 对不对 然后要住到哪里 住到周期酒店 而且它是五星级之外 本身来讲 这个饭店住一个晚上八千块 你知道这酒店是怎样吗 这酒店用八十亿打造 当时有谁去住过 有五月天 熊黛林 杨又宁 他们当时去南昌这一区的时候 都指定要住五星的周期酒店 今天观众朋友 你今天第一个人花不到一万五 第二个人你太太子花不到七千四 要没有 一样都可以住到南昌最顶级的 五星酒店的周期酒店 是 那我们甚至在新庐山这一区 还给你升级为温泉办店 住一个晚上 因为庐山的温泉非常有名 那你也知道庐山是五位级的景区 然后庐山这边又是所谓的 这个世界文化遗产自然遗产 在世界自然遗产下 去泡那种最天然的温泉 是多么舒服 你知道以前抢卸石 会挑选整个世界 是我们说地球上 最好的地方做它的什么夏都 冬天 冬天 那庐山就是其中一个 那问题是在庐山泡温泉 我不是跟大家讲 这个季节如果你要去 团费要两万九 团费至少两万九 但是我们今天两个人加起来 不到两万三百 你现在这个画面你可以想想看 秋天 凉爽的天气 然后你可以整个被庐山的 清清的空气 然后被庐山的美景所环绕 看着庐山的云海 然后泡着这样修修的汤 我们有八种不同的汤匙 都是天然的温泉 这一间饭店在庐山内去 是非常非常昂贵 几乎不太跟团体做合作 当然 今天是因为江西康霸主 是 它能够谈上这个专案 对 我们才能够用这样的价格 能够住到这一间饭店 我现在随便讲 光在台湾的温泉办店 不论宜兰的温泉 不论北投的温泉 不论乌兰的温泉 只要稍微是比较好的景色 一万块起跳 两天一夜可能都要一万多块 一万起跳 我今天是玩八天 还有机票 还有温泉办店 还有五星办店 那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你可以拍照下来 这个以后不会再回来了 因为我们是年度专案 才给大家 一 直飞班机 二 二 有5A级的世界自然遗产 三个全包 新卢山 新卢山包含电瓶车 包含三星山有缆车 同时连龙虎山 我们三个世界遗产全包之外 还有最美的 最美的 还有黄岭的缆车 最美的物园 春天去看油菜花 是 同时连景德镇东陵大佛 还有万达帽购物商城 全部都有之外 连华泉小村也包了另外最厉害的是 我们身上五星高地集团的 绿地华语酒店饮馆上 再包含庐山的 冬陵假日温泉酒店 泡温泉 我们特别先给大家 参加全包 然后我们最主要是 因为我们今天得奖 我们给大家是全程No Shopping 第一个人是14880 只有在现在我刚刚临时写的 江西首度第二人搬价 新鲜多块的价格 来电话现在很难找 我给大家看个东西 现在你在任何网路上 妈妈你现在用手机 我跟大家讲 拜托你现在听我讲话的同时 请你直接去搜索江西的价格 来你看外面 江西 龙虎山 新鲜山 三千山 跟我一样 他卖21900耶 满团 满团 满团都满团 然后你看这边 江西 龙虎山八天 他有升级一个晚上五星 跟我有一点类似 他卖21900 21900还要后补 你知道为什么要后补吗 因为发哥也要去了 这什么意思 卖到爆了 这个时候是最漂亮的江西 晒一秋的季节 所以你卖21900 他们认为便宜 都要后补 那如果你要买高集团 什么叫高集团 请看一下 这个叫做 新鲜山 景德镇八天 No shopping 无购物 跟我们一样 不好意思 无购物就要卖到 29000多 29000多耶 来 请看 我第一个人才卖14880 第二个人半价只要 7380 我两个加起来也才220 人家刚刚一个人就29000了 我两个人加起来除以2 平均一个人只要 130 一万出头完八天 我们是年度仅此一次的专案 我们就有200个名额 我们消息到什么时候 到明年的3月31号 而且我强调我是密集出发 对 离拜1456出发 而且无法呈现 我们是全额退废 所以观众朋友 你完全不要担心 谢谢大家 如果你真的很多人是上海 加南都去过好多次了 想要看看别种更原汁原味 然后更精致的景色 想看大山大水的这边都有 想要看世界文化遗产 世界自然遗产 想要看5A级景区 甚至想要看最美丽的 晋节限定版的晒秋 都在这个行程才有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买得到 留给你订购了 中村吧 中原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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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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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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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